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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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次行动由本人负责 目的是要不择一切手段 其他挫败联合矿业公司代表就MIN4至12货单所列的工业原料 与中国达成交易的可能性 从而保持我国以及兄弟国家的优势 据说MIN4至12货单中有特殊原料 但具体数字不详 本人指示我的部下曹靖三盗窃了 据分析有MIN4至12货单全部内容的麦克利克的笔记本 另一方面 本人故意和麦克利克的秘书卡瑟琳小姐相爱 目的是掌握麦克利克的行动 从卡瑟琳那里 我源源不断地得到有关麦克利克先生 在业务上的进展情报 然后对他实施控制 方法是遥控他的电传打字机 我的傻逼 可以说通过电传打字机传递的信息 全是根据我的建议由遥控中心发出的 而麦克利克本人和贵公司的业务联系 是由本人通过在花城宾馆的电传打字机进行 遥控中心曾向麦克利克发出两份 实际上是由我起草的电报 巧妙地阻止了麦克利克与中国矿业公司即将签订的合同 以及捏造了贵国国际贸易部矿业局局长孙景芳的秘密讲话 这个讲话的主要内容是要说明贵国表面上同意 实际则不同意向西欧出售MN4至12项物资的原料 我的行动计划之所以能够胜利 是美丽而天真的卡塞连小姐对我的爱起了主要作用 流氓 快看看去 不要紧不要紧 他们俩是怎么回事 不要紧那就继续吧 请 请坐吧 还有什么 没有了 你的供词有不符合事实的地方吗 没有 那就签字 这 好 中国 友好 Mr.Meglick 这张名片 请您收下吧 谢谢你 Mr.Fung 网友 再相悔 再相悔